你 下班了 走吧 一起吃个饭吧 不了 我还是回去陪孩子 我真要跟你说孩子的事呢 那边有消息了 沐家的康复训练 已经预约上了时间 那我们下周就可以过去了 那我马上安排行程 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日子 公司就多费心了你 这么重要的事 我怎么能不陪着你去呢 你放心吧 我在孩子面前会有分寸的 你还是留在公司吧 你在比较稳妥 更何况这是我家里的事 你跟着去也不太方便 你真的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你身边不需要有个人吗 我承认我们在工作上 是有一点小矛盾 可是我都已经迁就你了 爱德华的书不是出了吗 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没有给过你什么压力吧 再说了我不是个小女孩 婚姻这个事我已经经历过了 我不需要什么了 我现在呢 就想好好地生活 要一份稳定的感情 我不想一辈子那么冷清 你不冷清吗 你有资格说冷清 我没有 你就非要把自己 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 你不想出来透口气吗 透口气又怎么样呢 再回去一切照旧 什么都不会改变 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行了 说点实际的吧 这样吧 一直有我在跟他们那边联络 我对那边也熟悉 现在我不去 你们俩会有麻烦 耽误孩子的康复训练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走了 我不去什么哥鲁吉啊 这家康复中心 治好过很多专业的运动员 我们是费了很大的劲 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约上的 反正我不去 这个事由不得你 我已经安排时间了 我们必须尽快过去 你是故意让我去遭罪的吗 这事没商量 砸吧 你把这些都砸了 你把房子点了 我们也得去 你把房子点了 我们也得去 你就不能好好跟他说吗 沐家的抵触情绪怎么这么大 他以前参加过这种康复训练 很痛苦 但是没有成功 校长 你来了 杰老师在 晓儿 沐家呢 他心情不好 回房间了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沐家的事 这上次的这个康复治疗 弄得他挺疼的 效果也不好 所以我看这次要不就算了 或者隔一段时间再聚 不行 他必须得去 那问题你这次去有把握治好吗 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得全力以赴 爸 您是他的外公 您心疼他 我理解 可是我是他的爸爸 我要为他的将来负责任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行 既然你定了 我也不说什么了 有一条 你必须找一个你心得过的 有培护能力的女士陪他去 因为有些事情你当爹的解决不了 您放心吧 这个您不用操心了 我已经安排了 不是 姐夫 不会是这 姐老是吧 是林万柔 姐夫 你想干什么呀 你是带孩子去看病啊 还有别的想法 不是 爸 您别拦着我 你说话呀 姐夫 你得说清楚你跟这林万柔 我到底什么坏事 好 胡说话 她必须得去 因为这个国外的这个疗养院 一直都是她在联络 我这都是为了顾佳 这样 既然这样 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但是 我认为林万柔去不同 但是既然你决定了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咱们走吧 我觉得你再考虑一下你这个决定 再考虑一下你这个决定 沐佳 吃早饭了 马总 沐佳不见了 沐佳不见了 小刘 小刘 马总呢 她今天没来 你去吧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立文啊 你去哪儿了 国外那边需要沐佳的资料很着急 今天务必发过去 你看到我的微信 跟我回个电话 我昨天说什么来着 说什么来着 沐佳肯定是因为一听 你带着林万柔跟他一块出国 就是因为这个他在离家出走的 问题他这是坐着轮椅出去的 这多危险嘛 要是碰个什么事 怎么办嘛 爸 事情闹到这一步 都是我的错 你这时候说我的错 我的错有个屁用啊 这孩子万一出什么事 你负责得起吗 我姐怎么办 我姐可撑不住 我看出来了 你是想亲手把这家给毁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 老不说话 想想招 喂 孙警官 沐佳找到了 我不回家 你太不懂事了 知道我们多担心吗 你让我和那个女人出国 我告诉你 我一辈子都不回去了 沐佳 沐佳 你听外公跟你说 你爸爸已经决定了 不让林阿姨陪你去了 当我三岁小孩呢 还骗我 没有 你们说的话我全部都听见了 我告诉你 骗不了我 我爸爸给你保证 给你发誓 还不行吗 那你告诉我 谁跟我们一起去啊 啊 你告诉我谁跟我去 就咱俩 行了吗 沐佳 咱们先回家 好吗 先回 谢谢了 咱们回吧 你还得找一个能够顶顶顶宛柔的 我会想办法的 喂 喂 喂 过来 马上把你的身份证护照都给我 我给你办去格鲁吉亚的手续 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你去格鲁吉亚了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你的意见不重要 这个事你必须得去 马总 您还生活在旧社会呢 你有我的卖身器吗 你这么命令我 你有什么条件就去尽管提 你说个数 我都答应你 我是来给沐佳当家教的 你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陪护 我却不合适啊 与我来说 但凡有选择 你以为我会跟你开口吗 与你来说 你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妈妈闹得那么厉害 家你还回得去吗 你必须得找个地方躲得远远的 你得感谢我 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这人真的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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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姜老师 你是不是还记恨我呢 我为什么要记恨你啊 我记恨你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陪我出国 你跟你爸去吧 老师去不合适 不行 你必须得去 沐家 你们走了以后呢 老师正好可以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我今后应该怎么办 我可能不会留在北京 也许我会回老家去 你也知道我和我爸 根本没法单独相处 一见面废得吵起来 刚好我也不想去 你要不陪我去 我就不去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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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